清朝以野蛮民族时,现了对先进民族的统治,不仅要扼杀肉体,更要摧残精神,其手段之狠辣是空前的,仪式直接的经济剥夺。 圈地,圈地运动不光英国有,清军入关后也有,前后三次,顺至元年12月下令圈战无主荒田,安置八旗军事,京师周边拿有无主荒地,因为,主,已经在战争中流离失所。 顺至二年第二次圈地,在河间,鸾州,尊化圈战五万多青,顺至四年第三次圈地,在顺天,保定,河间,益州,尊化,永平等四十二辅州,内圈战民地十万多青,每次圈地,都是因为入关的满族人越来越多, 幸亏满族总人口不足百万,否则情况更为严重,经过圈地运动,经师周边的前名皇室,贵族,地主,百姓的财产被剥夺殆尽,甚至被迫离开家园。 第二次,肉体剥夺,替法,1645年6月,清廷颁布替法令,目的是改变生活习惯和习俗,消除明朝印机,因此将南人民爆发了多处起义,将一人民抗清八十一天,消灭清军三王十八将,七万五千多人。 清军进城后疯狂屠杀暴富,十七万两千余人全部被杀,家定对抗十万清兵,举行三次起义,是历史上最残酷的。 家定三图,家定成为废墟,清兵攻破扬州,狐杀十日,死亡人数八十万以上。 第三次,精神剥夺,文字语,康庸前三代皇帝大兴文字语,制造血腥恐怖,残暴成渡教,焚书坑儒,更甚。 目的是从精神上奴役人民,把人变成无思想,无文化,甘当奴才的顺民。 康熙雍正年间规模较小,乾隆时期已成家常便饭,乾隆共兴了七十余次文字语,已不是镇压反清,纯粹变成了滥杀无辜。 在这个背景下,文化人钻进八股文和固执堆,消极壁士,整个社会,万马其音,第四世记忆剥夺,四库全书,清朝文字语下手那么狠。 如果认为乾隆搞,四库全书,时候逢扬汉人传统文化,那一定大错特错,乾隆把内福本,永乐大典本,私人藏书,国内流行传本,统统集中起来,爬进,山改和销毁了大量古籍。 是中华民族文化上的空前浩劫,前后被销毁的书籍近三千种,六、七万卷以上,数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结晶,被毁掉一半,从此再无有骨气的文章,只有软骨头的阿鱼奉承之文。 我们下期见!